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的江沟框架 那么江沟框架呢,它是Python里面 它呢,外部开发的一个框架 那么说这个框架之前呢,我们要先给大家去简单的去讲一下我们软件框架的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软件框架的话,你可以呢去拿一个公司来进行一个类比 你比如说,公司呢,它里面呢,有公司里面的每个部门来组成的 那每个部门呢,它都有它特定的一个职能 你比如说这个人事部,对吧 它呢,是完成这个公司人事的一个招聘 那么财务部的话呢,它是负责这个财务的结算 以及呢,员工工资的一个发放 那么这些公司的部门之间呢,他们呢就通过这个配合 来让这个公司呢,能够运转起来 这就是我们的公司的一个组织的一个架构 那么软件框架的话,它呢,是由软件里面的每一个软件模块来组成的 每一个模块呢,它有一定的特定的职能 那么这些模块之间呢,就通过这个配合来完成软件设计的一个开发 那么这是我们给大家说的一个软件框架的概念 就是让大家理解,知道呢,软件框架是由它里面的每一个模块来组成的 每一个模块呢,有特定的一个职能 那我们学习一个软件框架的话啊,主要呢就是学习它们模块的功能 怎么去使用,以及它们之间的一个相互的配合啊,这一部分 那么,然后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这个架构呢 它呢,遵循的是我们MVC的思想 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要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MVC啊 MVC呢,它里面呢有一些框架呢,就是遵循我们这种MVC的思想 那么,说到MVC的需要呢,去提到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呢,是美国的啊,一个公司叫做施乐公司 这家公司呢,它呢,是一家世界500强的公司啊 他们这个公司呢,在这个挡印机和复印机呢 这个技术的方面呢,很有优势 那么这个公司的旗下呢,有一个研究中心 叫做帕罗奥多研究中心 那么帕罗奥多研究中心里面的一个哥们呢 发明的一种语言,叫做small talk语言 这个small talk语言呢,它呢,是世界上第二个啊 面向对象的语言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里的,下面的六七啊 它是世界上第一个面向对象的语言 那么这里呢,就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啊 这个MVC的思想呢,就是帕罗奥多研究中心里面的 一个哥们,给这个small talk语言 发明的一种软件设计的模式 那么这种软件设计模式,它产生的一个理念是什么呢 就是两个字啊,分工 就是让专门的人呢,去做专门的事情啊 比如说,我们开发一个软件的话 你一个人呢,做呢,也是这样做 那么我可以呢,去找三个人啊 三个人呢,你呢,去写我们代码的 输入这一部分处理的一个代码 那么另外一个人呢,我去写这个数据接收之后 怎么进行这样一个处理的这一部分代码 那么最后呢,再找一个人 你去写我们这个数据处理完成之后 要给用户进行输出了 输出这一部分代码 那么你来写 我们找三个人的话啊 三个人呢,去配合 来去完成这个代码的一个设计 那么写完之后呢,代码之间一融合 我们这个项目呢,就开发完成了 这一部分呢,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啊 分工的一个思想 那么分工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啊 分工的目的呢,也是两个字啊 叫做结合合 结合合这一部分呢 我们要给大家去再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所用的这个电脑 那么你的电脑如果硬盘坏了的话 你呢,不需要去把你的整个电脑坏掉 对吧 你只需要呢,把你的这个电脑里面的硬盘 重新换一个 那你的电脑呢,照样呢,可以呢 去工作啊,去工作 那我们软件框架在设计的时候呢 这个MVC之间呢,遵循的也是这种结合的思想啊 就是你的一个模块 它跟另外的一个模块之间呢 只是配合,光临性不大啊 比如说一个模块呢 你把它升级之后 对吧 它只要还能完成那个功能 那么整个框架呢,就是可以运行的啊 可以运行的啊,这是我们所说的结合啊 那么你知道这样一个之后呢 MVC它在产生之后被应用到了很多语言里面 比如我们的,哎,谁家家,对吧 哎,家我,还有呢,PHP 它们里面呢,都有各自的MVC的框架 后来MVC呢,它经过发展 被应用到了外部开发的层面 哎,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名词 叫做外部MVC的框架 那么你知道这个东西之后呢 哎,我们下面要给大家说的 我们的将构呢 它就是一个遵循MVC的一个框架啊 外部框架 那么,哎,MVC呢 它呢,是MVC里面三个模块的一个简称 M的话就是model 哎,就是翻译成这个中文呢 就是模型 那么,V呢,就是视图翻译成中 哎,V呢,就是view 哎,翻译成中文呢,是视图 哎,C呢,就是这个controller啊 它翻译成中文呢,就是这个控制器 哎,它就是MVC框架里面的三个模块 那么,这三个模块,哎,它有什么作用 哎,我们要给大家下面通过一个例子啊 哎,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 就是通过,哎,举一个我们通过浏览器呢 注册用户信息的例子 给大家说明一下MVC开发的框架中 MVC这三个模块 各自有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啊 以及呢,它们之间呢 是怎么进行配合 完成这个工作的啊 的策略器呢 芳 Stark